整个厅厅总共是三十六万转让 转让呢 他说他找一个人活着 我想也可以 好 最后他不知道是找的 他就不让整个人活着了 然后洗了几天嘛 我一直在工作很忙的 到晚上我十一点来钟下班 下班他就带我去吃了个饭 他就把我拉到那个银行里面去 他说你看 寄的钱已经到了二十一万 那么现在就是请你的十五万 这样子 然后当时我心里面在犹豫 他一直在寄我钱 我们都是很不开心的 我在犹豫 他一个人的跪下去 两次是他扎起来发誓了 你把这钱寄给我 只要我扬金刚不亏了一下 就极对有你厌明的一份股份 没有你厌明的股份 我发毒素 他觉得发了个毒素 就带他在银行去 把钱的钱赚给他了 他把你带到银行去之前 有没有经过你同意 没有 就是充气他跪下来 发那个十七点 直到这个时候 对 那有点被逼的没办法了 是有点被逼 那时候 他全都是 不是按照实际来说的 在搞那个停车场的时候 我的资金很少一点点 我就跟他说了 这个停车场 我要找一个合索 然后拉进来 一块儿入伙 然后剩下一部分钱 从他那儿借 他是同意的 然后慢慢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些东西 在他的想法中有些变化 他就告诉我了 他的钱是可以借 但是有一个条件 必须要你自己干 我没有那么多钱 我怎么让自己去干 我为了就是把他的钱借出来 确实可能有些隐瞒他 然后我就说我自己一个人搞 但事实上我在这边谈的时候 我还是 其实这一步是对他确实有隐瞒 确实是这样的 定下来的事情 我认为一般定下来的时候 我不容易去变 我不喜欢变 所以他才会说 到了最后那一步 他有好像被你逼到那个份上的感觉 没有逼他 我怎么会逼他呢 那你当时那个举动有吗 加贵啊 发湿啊 等等 那些 有没有 这个举动是有 因为他也是比较谨慎 比较犹豫 然后我就给他发个试 这个天下如果以后有利润 就有他那一份 并不是他所说的 有他的股份 怎么之类的 什么 什么叫做有他的一份 我挣钱了 我不会忘记他 有肉的时候 大家一块吃 你怎么理解的呢 那里面有我的贵分 他说的是有你的一份 有一份 想一下有股份 那不一样 一口气借出去15万 却没有得到预想中的股份 叶女士的心里也有些打鼓 钱和情捆绑在一起 他们这段恋情开始变得复杂 所以叶女士特别强调 这一次的生意 杨先生一定要单干 可偏偏杨先生瞒天过海 背着他找了一个合伙人 更让叶女士没有想到的是 这位合伙人是一位女性 就在某一天 叶女士还蒙在鼓里的时候 这位女性合伙人 闯进了叶女士的家中